赤妹为伴,王俩为伍,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恐怖游戏 我不知道是不是恐怖游戏啊 反正这个游戏名字叫The Train Girl Land 反正直译就是仙境幻境奇幻帝,伟异的梦境 一个大骷髅,这就很哥特,很激盖,脸边乌鸦,这哥特风啊 对,没有中文翻译啊,没办法 虽然新游戏我今年5月份发现的,我刚看到的 我就是从游侠网下的盗版,我也不知道好玩不好玩 反正Steam上面四周多块钱,倒不是买不起啊 要真的不好玩丢在那,怎么说一顿饭起呢,是不是 主要是我看这个游戏的截图,画风挺不错 主要吸引我的是,它介绍上说,这个游戏的剧情很深,利益很深邃 且啊,包含着诸多各系神话的隐喻 而且号称你对希腊神话,比如什么,不太了解的话 这个游戏的剧情解读,你连门口都输不了 我这脸就非常不服气,虽然要是西游戏的话,我也不是很了解 先不插情了,咱先开始再说 我吵吵吵吵的截盖 吵,这画风可以标准的美满 一个爷们儿,不到四十,三十六七岁 背后,地眼上雷鸣,不知道在哪儿啊 这是,这是,哦,这是刚睡醒 对对,或是,不如精神层的鬼域,你看后面的路标 是,春根蛋,翻译过来就是,欢迎来到梦境 的确啊,这一片光怪陆丽的 好笑吗,我给我说一下,你别管这个货,他是活的还是大门啊 上来就跟他说,那个谁啊,我跟你讲个冷笑话吧 我靠这个,逗了一辈子啊,请注意听啊,挺搞笑的 就是说,我没有冷笑话跟你讲 嗯,是不是感觉我有毛病,脑子让驴给踢了 嘿,我只不过是想不停的说话,不停的张嘴而已啊 什么玩意儿啊,谁上来冷了我一脸 看起来这个游戏不仅画风怪异啊,包括他们对话也是别具一格 啊,给我搭枪的吗 什么时候成绩的那我 哎,等一下,说清楚再跳啊,跳井啊 一个女人,好像还光了个屁股是不是啊,厚定了漏风中 他说他并没有死,或者说只不过是死了 他说招而复始在这个井口发生不是一回 尖叫与哭泣终身一跃 你们之中有谁会去救其他,其他的一个 What?是这个吧,钢脑,是个算命呢 他刚才称赞为Crewintern,Crewintern好像是原告的意思对不对 听着,对于这个事儿你必须要明白,这全部都是你的灭障 你忽视了全部的征兆的迹象,标记或者提示 反正错失良机你也没法弥补 所以她才死了,就那个女人啊,所以你才会在这里 懂了吗?反正不管怎么样吧,我还会再和你通话 但是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或者是不帮不行的时候 可以扣个铃网就可以找到了 等一下,对方给挂了,说了个啥? 对面的声音好像就是自己的,自己通过电话给自己说话 这个电话机还真可以拨,但是现在拨铃可是找到了,刚通完电话 我报警行不行,U10 我报个警还需要花钱吗,还需要投币吗 哦,对对,美国911,911 还不行啊 世贸大楼也给撞了,本阿东他儿子操化的 你们接不接电话 诶 对,一个女人跳牛自杀了 他问咱认识她们,还真不认识 真不认识,只知道她关了个订 批认个封人院的素身符是不是 对啊,咱怎么说啊,这个话 跳警是跳警,死没死,咱不知道 即便报警得说地址吧,咱在哪儿都不知道 咱分析一下,电话那儿头那个神秘人 说这个女人是因咱而死 因为眼前的场景有很多迹象没有注意 所以导致她命危息天啊 Hello Hello I guess I need to put in a quarter 啊,投币算命 这个缸中之脑他标记为算命先生 咱就暂且不提了 见怪不怪了神,他们投币算命 这么自动化的吗 好家伙,这个场景咱立足于九层天之外了 这肯定不是现实,因为他们那么话说 八成是梦境 这是一个帐篷,帐篷有一个洞 帐篷里面,这是一个老鼠,那大家伙是啥 那死老鼠能拿起来,那捡起来了,道具了 真可以,可以用,能吃吗 The stitches are too strong The stitches are too strong for me to do anything with Stitchions 他这是老鼠里面有东西,还是帐篷进不去 帐篷进不去 帐篷进不去,而且老鼠也不是吃的 一片虚无,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他们明明看着乌鸦,酷好吗 哦,这是个虾子,他让我们靠近点 他养了一只黑色的鸽子 诶,刚才那个乌鸦说了什么 博操,这个老人面如土色,老朽木 他说,说啥,他说,我眼睛虽然没了,但我听力很好 真可以进入对话模式了,好多问题啊 他说,我不知道我是谁啊,我只是一个老鼠子 谁能记得,他读过他 Each is his own judge 哎呀,完了,这好像是一句谚语吧 咱接着往下问,咱们问那个女人怎么回事 希望她正面的,直截了当的回答 没有疾病的痛苦,一个 Fuck,能不能好好说话 啥玩意,还是个隐句加隐号的 你这是隐圣贤之玉在这,在我这,在这,在这给我斗文呢 你换一个中我的,老子列子,鬼无子,百家正名 随便你选 咱问她在这做什么 写下书,我都无力翻译了 但是她没有眼睛怎么写的 非要加一句这么富有哲理的话嘛,哲学大师 我就不翻译了,个人水平有限 就是说她这无休止的抄书啊,很枯燥,都失去了意 对,你的眼睛啊,说说我,听听 哦,我我我我我,我没面了啊,再接着问 回头再说 对,这是什么地方,告诉我 行行行行,跟我玩这时候是不是 别聊天嘛,来聊 不以道左人数者,不以兵相天下,其少还 事之所处,旌旗生业,大军之后必有兄年 山有果而矣,不敢依取强 果而无金,果而无法,果而无交,果而不得矣 果而不得矣,物壮则老,视为不道,不道早矣 你聊,聊不死你,就跟谁不归什么 对,对,对,在这,在这,你白色的鸽子就在枝头 这他们是Crest of Bread 这不明明密他们,什么都标了 行,你说啥是啥吧,那不就是魏乌鸦吗 妈的,语言艺术大师,行为艺术大师 诶,不客气,我刚跟你说吧,这个乌鸦会说话 还他妈滔滔不绝地说,而且他妈还是满口扎语 乌鸦和老头一样,不仅仙者的语录咱就不会说话了 一个奏听 可能这个游戏我是乌鸦 Specialist 科学家还是专业专业医师的意思 这应该是提示啊 不过各位虽然有点吃力,我大体明白啥意思 别问了,别问了,别问了,别问了 瞎了,聪明有比烧死的意思 而且视觉会给你带来幻象 就是扰乱你的心智,没有眼睛会更高 我大概明白了 我说一下我的理解吧 你看他说话总是端着个架子 他就是奥丁啊,就是北欧神话的奥丁 肯定是在咱这个幻象或者咱这个梦境之中的一个眼型 他引用这些句子肯定是北欧神话的某个诗歌里面的某一句 他为什么没有眼睛 他说的很明白,把这个眼睛给乌鸦了 完了之后比之前更有智慧了 这说的不就是奥丁了 看不懂啊,看不懂 Townails 啥意思 哎,不管了 就是说这个游戏它介绍里说 包含了很多各系的古神话 所以眼睛这个老人 他就是奥丁化身的阿杂质 而原神话这个奥丁这个眼睛就是为了换取智慧 才献给,献给这只巨人的 那个巨人好像是要秘密了他守护智慧之权的 而且也不是给了两个眼睛 又一只啊,右眼 他背靠这棵树肯定是世界树了 那这么说九大国度都是他树叉 什么中庭啊,阿斯加德,尼弗尔海姆 约队海姆什么的 中庭就是咱地球啊 哦,是这么个记性 是他一个善鸟神啊 那这个善鸟神肯定就是奥丁当年 倒掉自己九天九一,七天七一啊 就是说这个奥丁啊,北欧神话最大个儿 雷神托尔的儿子,洛基他儿子 就是当年他倒挂在这个世界树 可以把这个世界树当做 咱现在认知这个宇宙运行法则的 某种暗能量的眼形 支配了九大国度 长完了九个维度,怎么回事 我想我怎么说啊 就是说这个奥丁啊 倒掉在这个世界树上 发现了卢恩文的存在 反正这个卢恩文呢 就相当于咱这边的甲骨文 不止啊 得是大鱼酒顶上面的那个 韬铁文 反正这类文字 你如果你能读懂 你就可以支配整个宇宙 至少掌握着超级度的支持 那你肯定就是神人了 就是这个奥丁啊 最开始读这个道挂嘛 塔罗牌不也有个道调者呢 他这个其实寓意挺深的 咱就说面上的 这不上吊什么 瞎老头还是乌鸦嘛 反正但凡和他说话 一开口满口哲学 很符合奥丁的人士啊 就是说这个道调呢 他发现这个卢恩福文了 来自于更高维度 解释咱这个宇宙 咱这个世界的一系文字啊 大家读不懂啊 明明之中告诉他这个 想看懂这个文字 靠的不是视力 靠的是智慧 所以他把眼睛捐了一个 然后换的智慧之拳 然后一口闷下去 哦 原来世界是这么样的 这个老头他被也说了嘛 没有眼睛并不可怕 他甚至是影响你理解 这个世界的障碍 所以我确定这个老头 他肯定奥丁 他就启发咱这普通人类 但是我也不打算接着住了 就那么着吧 实在是不适合做实话 这仅仅起了个头 寓意就这么高 这个乌鸦一直在这说啥 海滩的意思吧 那个女人肯定是咱的爱 不知道因为什么事 在现实把她给逼疯了 对 你看咱的状态就是这样 我大体能猜到这个游戏要表现的人事儿啊 咱和那个女人肯定是情侣吧 在现实有一段难以割舍且撕心裂肺的感情 最终以悲剧书上 Sacer 杨角峰 神经病 癫痫 那这个乌鸦肯定是以这些单词来唤醒咱的一些回忆啊 痛苦回忆 我大可以猜一下那个女人的case 没错 case嘛 那个女人肯定是咱的case 因为最后和她的感情演变到痛苦欲绝 难以割舍又互相折磨 就像那个五声狂笑里第二则故事 他不就把自己的妻子迫害到精神病院吗 因为自己的丈夫娘确实也不行事 加上自己酗酒成性 每天回家对妻子连打代码外加讽刺 挖苦 排挤 压迫折磨 最终把妻子逼疯了 亲手把她给送到精神病院 还不算完啊 妻子不甘其主最终寻了短见 而最终这个丈夫看了自己妻子尸体悔恨交加 然后选择性忘记 一道梦境给拉到这个维度 在奥丁的帮助之下 引导了她走出这个妻子 应该是 这是我猜的 原来这乌鸦的提示 Hospital 这不医院吧 前者还有什么妻子了 什么海滩 什么精神病 那这么说他们还有孩子 或者说童年悲惨经历给他造成不良秉性 才引发了后来男女感受悲剧 可拉子猪 他们俩 两小无猜 青梅猪马 Pinis Pinis 牡丹 行 本期就到这儿吧各位 这个游戏画风是真不错 这一期呢就算是试水座 他们这个对话实在是太深了 不准备准备很难做到实况 当然我这最主要是抛砖引玉 投石问路 各位多收藏 你看我话是这么说 按理说我这十多万粉丝 从每期稳定的播放量来看 年性观众也就是2000 哎比例就这么悬殊啊 不要惊讶 我别的不多求 仅求这不到2000的年性粉丝的收藏 总可以吧 反正听说是达到2000的收藏 是可以上推荐的 反正你们看着办吧 玩之后再取消吗 当麻烦咱验证一下吧 这个游戏有没有下一期 其命运仅在你指尖出动之间 决定他是生死 我是狼肉 现在时间是2021 10月28号 早上10点30分 在此向各位棘手 遇之后事如何 咱们下期再会